來關心台鐵在二十一號 發生自強號出軌的事故 當下司機員陳俊良 忍著鼓著傷痛 堅守崗位 綁護了全車五百二十五名乘客的生命 也讓許多網友大讚 他是名副其實的英雄 心情輕鬆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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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痛的已經過了 還有一個漫長的要觸見的畫面 最痛的已經過了 停在行政院長卓榮泰額裡滿是欣慰 台鐵自強號列車神經駕駛 就是因為有他 讓列車上五百二十五名乘客 全數平安脫困 看在乘客眼裡 陳姓駕駛是所有人的真英雄 因為事故發生後 他的一念之間改變所有人的命運 事情發生後 陳姓駕駛緩慢從車上走下來 右手手走處被紗布包紮著 整個人神情相當憔悴 看起來受到不小驚嚇 在醫護人員協助下躺上單架 身體狀況怎麼樣 不舒服 不舒服 哪裡受傷 右手中 航員釋放當下 當時雨勢不斷 列車行駛途中 雨刷不斷刷著擋風玻璃 陳姓駕駛出隧道後 發現鐵軌向沿路 都是淹滿大小土石 第一反應驚覺有異狀 緊急拉煞車 但一個用力過猛 才導致他右手手走骨折 幸好司機當下意識清楚 趕緊拿起手邊的行調電話 通報總局調度員 而列車這一擊下 導致駕駛艙彈撞隧道上方電車線 整個車廂上下劇烈晃動 造成駕駛二度受傷 當然我們第一次今天看到的是 已經車子已經衝過去了 它是整個品額 它是當下的石頭在那邊 它車子撞機到的時候 整個彈起來 曾經司機右手骨折 開到後已經送往一般病房 預估需要休養一到兩個月 全數以工商駕處理 康復後會再回歸司機員崗位 據了解司機2015年 入職台鐵18年開始駕駛列車 已經有6年司機員經歷 平時表現都很正常 還有其他司機透露 曾經駕駛因為喜歡花蓮 甚至移居到花蓮 這次遇上溪水暴漲 撞上吐石也實在是預料之外 不過也因為司機即時反映 守護全車525人 東新聞花蓮報導 來掌握台鐵北上224的新自想號列車 在下午4點50分的時候 行進清水隧道 然後撞上落石是卡在隧道內 我們持續來但掌握最新的動態 目前了解到傷勢最嚴重的是 61歲的陳信司機員 也就是您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戴著眼鏡白色襯衫的男子 他當時是從列車上走下來 在醫護人員的指示下是坐上了單架 他有簡單回應當場的媒體說 他是右手受傷 而在整個離洞道醫院的過程當中 是有旅客是不斷為他來加油打氣 目前陳信司機員已經送往了慈禁醫院 初步判斷是首部是出血性的骨折 那初不了解到應該是操作的時候 是不慎受傷 那除了陳信司機之外 現在台鐵在目前上收到 這個受傷的狀況是10到15人 都是輕傷的 那已經也依序在協助送醫治療的當中 那我們帶您掌握一下 現在目前最新的動態 因為今天是周五 那除了往返通勤的民眾之外 也有所謂的旅客搭乘 那現在目前東正縣與河仁到同德 今天現在目前是擔任裝葬的通車 現在是目前掌握到最新狀況 先把時間還給同內 確實我們要持續帶您掌握 這個台鐵229班次的新自強號列車 在今天下午的4點50分的時候 突然他們在這個隧道裡面 結果卻因為遇到了這個土石流的關係 可是列車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剎車 所以車是直接這樣撞了上去 結果造成了這名駕駛員首部也骨折 甚至我們剛剛晚間的最新消息 受傷輕傷的人數可能多達10人到15人 這一些人有一些是因為車輛緊急下車 撞停的時候站不穩因此摔傷的 但是你也可以發現其實這一個列車 原本是要準備北上 而且是準備要到潤水的 但是沒想到卻在北上的過程當中 在清水隧道的南端這邊 遇到了土石流的狀況 那麼在第一時間 其實這一些乘客他們都是摸黑 但是幸好他們後來已經陸續被接駁到了 包含了崇德站還有包含了新城站 晚間的最新消息是 有一些旅客他們選擇在新城站 逐漸在搭其他的班次的列車 在繼續北上 但當然有些人飽受驚嚇 所以在新城站就決定要退票 乘客一個接一個 在人員引導下 小心翼翼往隧道口慢慢前進 在昏暗燈光中沿著鐵櫃踩過泥泥 手機手電筒是唯一光源 21號下午台鐵北上29次自強號列車 在行經何人斷時疑似因為大雨不斷 一出隧道列車就遭到落石擊中 導致火車卡在隧道裡無法通過 而部分車廂瞬間失去電力 黑漆漆一片 列車上單元500位民眾摸黑展開疏散 根據了解自強號車頭受損 後面的車廂也出軌造成7人受傷 其中包括在落石掉落當下 駕駛艙玻璃硬身碎裂 砸到列車掌腿部粉碎性骨折 而台鐵也緊急應變 透過驅間車接駁乘客上車 一位發生後大雨不斷 乘客撤離也面臨考驗 台鐵也表示自及時起成立一級應變小組 受到事故影響 目前這個路段只剩一條鐵路能走 往來台北花蓮間證實會有大污點 東森新聞綜合報導 事發第一時間天其實還亮著 大約是在下午的4點50分 可是在隧道裡面其實也停電了 所以黑壓壓一片 甚至還有第九節車廂的乘客還原經過 他們說了列車準備開進隧道的時候 當時他們就有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音 後來才發現原來這就是落石掉下來的聲音 接著就聽到了車輛的撞擊聲 而且整節車廂瞬間停電 甚至在車廂裡面還出現漏水 而且還冒煙 那麼乘客他們在第一時間 大家雖然飽受驚嚇 可是還是必須要保持冷靜 依照了指示依序下車 可是這個路真的非常的難走 所有人全部都是走在泥泥裡面 火車坐到一半 全部人都得下車 也有人用手機錄下撤離過程 目前正在撤離當中 然後剛剛聽說 我坐的二車 就是第二車廂 好像脫軌了 因為壓到這個落石 大家抓好自己行囊 往同個方向走 但有些車廂已經斷電 現在就是在往最後的車廂的入口 出口去走 那其實可以看到 有些車廂好像還是有電 不過前面都沒電 走在隧道 乘客滿臉問號 帶著不安 只能依照工作人員指示前進 大批乘客在隧道口等待接駁 但這路真的不好走 雨下不停 誰管得聊那麼多 每個人踩在泥泥裡 相當狼狽 就像在逃難 當著就是 他準備開進穴道的時候 好像我們有聽到 落石的聲音就落下來 然後之後就有一些撞擊聲音 然後他就 世界好像很緊急的 就開進去隧道裡面 然後之後我們這一 我這一節車廂是在第九車廂 然後我們這一節車廂就是 剛好停電 然後有一點露水跟冒煙 停電之後我們就是 就是有人員叫我們先在車廂 坐著先不要動 然後過一陣子之後 才有台鐵人員說要 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每接車廂乘客 雙腳褲管斜襪都是泥巴 真的想不到怎麼會搭個火車 卻遇上驚魂的新聞 綜合報導 這個驚魂真的是非常的驚醒 也幸好所有人呢 其實只有輕傷 並沒有非常嚴重的意外 但是呢在這一場大雨之後 現在這邊出現了滿地的泥泥 甚至呢有一些土石 還沒有辦法清除 所以乘客他們在第一時間 想要撤離可是非常的困難 尤其這一個地方呢 是在隧道口附近 其實就算要接駁的話 也需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乘客在當時 只能自己先徒步走在泥泥當中 甚至有一名背著孫子的阿嬤 走在泥泥裡面也差點跌倒 而且呢後來包含了警方 他們緊急趕來這邊 希望可以幫忙指揮 儘速撤離 來 走過來 走過來 上面 走在上面 找到好走的地方了 爸爸趕緊呼喊孩子走上來 好雨過後 合人隧道口就是這樣的慘狀 隧道上全部都布滿泥泥 要想踩出下一步是難上加難 看看這些撤離的乘客 一踩下去抬起來 妮妮伸到腳踝以上 也因為這些泥巴實在太黏 想要抽出來得費好大的力氣 但力氣再怎麼大 身上有一個孩子 那真的是辛苦 媽媽 妳順利 這位婦人背上背著一個孩子 小孩穿著連帽外套和長褲 再背上晃呀晃 就是因為妮妮地真的很難踩穩 婦人想找個比較好走的地 也是苦尋無處 每踩一步就掀了進去 甚至在起步時插電跌倒 還好還有雙手能扶住 兩個人的重量 要小心來快滑 回過頭看 合人隧道口大大小小的落石都有 越往前走 妮妮越深 就連軌道也都被淹沒看不見 整片看過去就是一片灰 受困的乘客 只能在這麼艱辛的環境下撤退 再怎麼苦也有人苦中作樂 真的太噁了 妮妮全都扒在腳上 雨後的火車禁魂祭 也只能說真的太衰了 東盛新聞綜合報導 輪到 中文綜合